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项目实战课程 我是主讲老师Blue 在上一讲,我已经带领大家完成了我们的资讯模块的组界面 并且告诉大家,结合我们的程序组界面 我们已经使用了大量的Frenchment 而在Frenchment的使用过程当中 可能会存在一些异常需要我们去考虑并且处理它 所以说本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带大家解析一下我们的Frenchment 在我们现在时下的应用当中 Frenchment的使用已经越来越广泛 而在Frenchment使用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为大家讲解 这里是主要提出了一个经典的一个遗难 在讲这个经典遗难之前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们的car这个工程当中 我们的mainactiv当中有这样一行代码 当时并没有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在这里按create的方法当中 我们为什么写的是IfSealInstantState等于空 然后才会去默认选中我们的那个默认选中我们这里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结合我们的代码 默认选中我们的资讯对吧 我们只有当它为空的时候才默认选中我们的资讯 我们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写 今天就为大家揭开这一层的面纱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经典一栏 比如说你有三个Frenchment 启动的时候是默认加载Frenchment1 这个时候你经过了一星期的操作 并且处于了Frenchment3的界面 然后进入了后台 比如说它电脑后点击了Home键 对吧 用户点击了Home键 然后长时间以后 然后你再通过Home键返回我们的应用 上面的Frenchment3会与Frenchment1重叠在了一起 这就是因为你的Activity被销毁 它重建以后在原来的Frenchment3上面又绘制了一个Frenchment1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以屏幕旋转为例 因为我们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手动的造成你一个Activity被回收 但是我们的屏幕旋转可以手动的去造成 屏幕旋转的时候就会造成Activity被回收 所以说我们可以以屏幕旋转为例 来讲解这个过程 然后用于模拟这个Activity的后台销毁 Activity发生重新启动以后 默认的Activity当中的Frenchment 就是之前你所显示的Frenchment也会跟着重建 这样就会造成旋转的时候 本身的Frenchment会重新启动 然后你在执行Activity的Uncreate方法的时候 又会再实力化一个新的Frenchment 然后这就是我们出现的原因 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代码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一项代码我们先把它给注释掉 我们把它移到这里来 我们在我们的Interparament当中把它去 我们把它注释掉 在我们的Interparament当中去默认选中我们的资讯这一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怎样的一个效果 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 这里右下角正在加载 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怎样的效果 这个模拟器是可以模拟我们的屏幕的旋转的 好的 这里我们已经跑起来对不对 这里是默认选中资讯的对吧 比如这个是我们选择了我的 选择了我的对不对 然后这里有一个模拟屏幕旋转的一个按钮 我们来旋转一下屏幕发生了什么事情 它默认又选中了资讯对吧 默认选中了资讯 然后我们再点击问答 然后我们再把它旋转回来 它依然是选择了资讯 然后通过这里的话可能直观的大家并没有 并没有看出来 它到底经历了几个生命周期函数 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大家这里做一个 我们这里写几个日志 比如说我们这里就拿我们常见的这里的 lose fragment和我们的找车 这两个模块 我们在他们的这个地方 我们重写一下它的这个 uncreate view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写上一个注释 就是当调这个方法的时候 写上一个log日志.log. 然后我们target写一个test 这里它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写就是说这里是find uncreate 它是find掉了这个uncreate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uncreate view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把它lios fragment当中我们也在这里把它写上 这里的话 然后它就改名为lios uncreate view 好的 这样有一个错误 就是有一个log日志 就方便我们解析 它这里建了一个test 这里一个过滤器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直接是过滤的 这里有一个它的filter name 就是tile test 它的log target也是test 好的 现在我们来跑起来 来直观的来操作一下 找车这个模块和资讯这个模块 来看一下它的日志会发生 怎样的一个打印呢 右下右下角正在进行加载 好的 大家可以看见这里 我们把它放大看一下 它已经打印出来了一行日志 就是我们的lios uncreate view 已经执行了 对吧 我们进来的时候默认选中的资讯 然后这个是我们选中找车 这里又打印了一行日志 find uncreate view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来造成一个屏幕旋转 屏幕旋转以后 它默认选中了资讯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日志 它这足足打印了两行 又打印了一个find uncreate view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find fringement它也创建了 同时lios fringement也创建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右在我们的man activity当中 不管你怎么样都会执行这一行代码 对不对 都会执行这样一个默认选中资讯 模块这样一个代码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要做的一个优化 我们先把它旋转回来 把它关掉 然后把这里清掉 所以说这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写 大家明白了吧 因为只有当我们的activity发生销毁 或者发生重建以后 这个save instance它就不再为空了 我们看一下这里结合我们的save导致 解决办法是怎样的呢 通过检查oncred里面的参数 这个binder就可以判断它是否发生了重建 因为我们初次进来的时候 这个binder是为空的 然后所以说通过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是否发生了重建 然后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重新绘制的时候 fringement发生了重建 activity也发生了重建 本来的数据如何来保持 这个的话就会涉及到我们activity当中 或者说我们的分居上都会存在这两个方法 unsafeinstance state和unrestoreinstance 这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 我们把这两个方法把它重写出来 写到最下面这个地方 这两个方法是我们就以activity为例吧 activity为例 这两个方法是我们 安卓的七大生命 生命周期函数以外 最重要的几个方法 最重要的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 它分别会在activity销毁的时候 和销毁时重建的时候 发生掉用 我们先把它重写出来unrestoreinstance 这两个方法 如果你用户是正常退出的话 它是不会掉用的 如果你是异常退出 它会先掉unsafeinstance保存你的状态 然后在重建的时候 会掉这个unrestoreinstance给你重建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进行我们数据的相应的一个保存 fringement有 activity也有 我们这个地方以activity为例 以activity为例 给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比如说我们看这里 当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我们这里代码还原以后 只有当unsafeinstance等于空的时候 才会去点击它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创建过程是怎样的 我们还是结合刚才的日志 我们添加了这一行代码 它是否达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依然通过打印日志的方式 右下角进行加载 稍等一下 好的 这里出来了 我们依然把我们打开 这里是执行了一个untest 这是newsuncreate的 对吧 然后选中找车 这里是unfinduncreate 然后旋转我们的屏幕 旋转我们的屏幕 我们先不管这个效果 先抗计字 这里是不是就只有一个 finduncreate重建的 对不对 它并没有去默认 去选中我们的newsfringement 所以说我们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效果是有了 它选中了找车 但是好像这个界面有一点问题 我们的选中状态 我们不是应该默认选中 比如说这里是找车 应该是选择的找车的状态 它没有了 为什么会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的activity 发生了重建 但是这些相应的数据和状态 我们并没有去保存 所以说它丢失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还有一些代码 需要书写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书写一下 以activity为例 Fringement是类似的 我们这里首先我们声明一个这样一个变量 布尔值 然后它是什么呢 easryCircle 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是否 我们的是否发生了回收 是否activity 发生了回收 然后这个值怎么来使用它呢 当然是如果一旦发生了回收 比如说我们什么方法会被调用 unsafeinstance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bundal当中 outdate 可以怎么样put put什么呢 put我们这样一个布尔值 它是怎样的呢 easryCircle 这里我们也是采用一样命名的规则 便于我们理解 然后除了这里 这里的我们就 我们这里就直接指定 这里就会发生一个 所以我们这里直接指定一个tree 直接指定这样一个k值对一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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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布尔值为tree 就是说如果一旦这个方法发生了调用 就是发生了回收了 这是第一个 发生了回收以后 我们还得记录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当前选中的哪一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这里比如说我们put int k 比如说我们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就是一个chooseindex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拷备过来 我们当发生activity销毁的时候 存储这两个关键的值便于我们做数据的恢复 然后当我们的activity发生重建以后 在哪个地方去取呢 当然也是在这个bundle里面去取 easryCircle 它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saveInstanceState 然后点get不而知 它是谁呢 依然它的界名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的chooseindex也是 saveInstance.get什么呢 int也是 这里就把我们之前销毁之前保存的数据把它取出来了 取出来以后又怎么使用它呢 这里还需要重写一个activity当中的一个unresume 这样一个方法 这里就是一个七大生命周期函数 和这两个特殊方法的一个调用的先后顺序 当我们的activity重建以后 会先调用这个unresume instance再调用unresume 所以说在有这样的一个先后顺序 所以说当我们取出数据以后 就在unresume当中做一个数据的恢复 怎么竖写它呢 if 如果我们的easCircle为true 只有当我们发生了我们的重建以后才会做相应的操作 然后是怎样的操作呢 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要选中我们当前的这一个 选中我们之前的这一个状态栏 但是由于我们的状态栏 这里的fundament是会去把它重建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把这个fundament做一个重新的替换 只需要做这样一个状态的一个切换 所以说我们直接调什么tableBGChange的chooseindex 就这么简单 就能够完成我们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恢复 这里这里也就告诉大家 为什么当初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背景 切换的一个方法把它抽出来 把它抽出来 这里也是要大家一定要积累我们的经验 很多时候一些够用的东西 或者说一些有一些相同相同属性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抽出一个方法 或者抽出一个对象这种思想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直接调用选中它 选中它以后直接它只会去改变 我们的一些颜色状态值和背景值 不会去替换我们的fringement 我们的资源的使用是非常合理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 模拟一下我们刚才的整个过程 看一下能否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右下角正在加载稍等一下 好的 我们的效果已经有了 这里依然打开我们这里看一下 这里是liosuncred的 我们的lios分析们的创建 点击找车 我们的找车分析们的创建 然后这里是选中 大家就一定要留意我们这里的状态 是找车 然后旋转我们的屏幕 注意点击它 这里是怎样的呢 找车 然后这里的状态是保持了的 对吧 再看一下我们的若果日志 也只打印了一行 finduncred的view 所以说这就早达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我们再把它旋转回来 依然是我们的找车 对不对 然后依然只有一行找车的uncred的view 所以说这就是达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我们的fringement不需要重复的去创建 不需要重复的去选中等等等等 这里为大家提到的只是fringement当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遗兰 大家在网上搜一下就会知道很多网友就会提出 为什么我的fringement在一种莫名的情况下 它就发生了一个重叠 应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所以我来这里提出来给大家做一个专题的一个讲解 然后fringement如果我们在以后的实用当中在遇到了其他的问题 我们再做其他的一个解释 好的 我们下一节课将会继续书写我们的资讯模式 模块的一部分代码进入我们资讯模块的第二讲 本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